小禎日前賽初和觀影 王思佳 佩珍一起聚餐的照片 不過之後被網友發現 Ella的媽媽在底下留言問 小禎不是人妖吧 引起軒然大波 Ella也代替媽媽公開道歉 而小禎本人11號出席香蜜拉婚禮 除了美美擔任伴娘 同時也回應了這件事 其實就是 她當下啦 她是透過 因為她好像跟我媽比較熟 對啊 所以她有透過我媽 就是說有要傳簡訊給我這樣 那因為我也沒有講的原因 我們想要這個又變成另外一天 大家在肉搜她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很緊張 我一直想說我要不要把這邊刪掉 因為 我就不想要鬧上新聞 結果 哈哈哈哈 最後還是看到了 對 然後後來我一直到覺得 事情苗頭不對的時候 是到有一個人在下面 一直pack所有什麼蘋果啊 就pack所有的媒體 然後我想說完蛋完蛋完蛋 結果果然就 就打來問啦 然後但其實Ella其實早就 已經有傳了一通簡訊給我這樣 那我說 根本沒什麼 我也沒那麼在意那件事情 那就是 就是長輩嘛 對啊 所以我也沒有 沒有特別去看或是什麼的 然後我後來 回去再看的時候想說 天啊 怎麼已經 這麼 多人撩住她 然後這麼多人在攻擊她 然後我又覺得 因為其實 蠻多人就講那一章 好像感情 就是 但是這小時候怎麼她被肉搜 也太衰啦 然後今天剛好主角們也來了 所以我們今天會 從前一個人有之一 哈哈哈哈哈 我們剛剛在觀影 這裡面在觀影 觀影就說 還是我們就是一起拍一張照 然後我們一起拍了媽媽 說再拍一張照 我們會印的又很漂亮耶 我們今天再拍一張照 我們今天一定要交給網友補傳 一定要選出一位最像 哈哈哈哈 那你覺得 你自己覺得誰最像 蛤 當然是我啊 等一下有人投我耶 哈哈哈哈 我們等一下會經典POSE 怎麼寫 麻煩你們幫我把那一張 好好的拍一下 好 但是 小禎是一個非常善良的人 對 因為我們當然有關係 他就是要你不要再問人家 他完全不用放在身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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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